嗯 好各位华尔街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热眼世界我是Ary 呃先做一个通知因为我本人要去这个美国南部做一个旅行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我不会在电视上和大家见面 如果大家还想听我的音频呃关注我的节目 可以在我的网站jrmzr.org叫今日美政 你可以直接google今日美政的内容也是会是我的音频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时事新闻 这个新闻来自于美国的梦幻世界迪士尼 昨天周三迪士尼公司一指诉状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和州长指定的一个监督委员会给告上了法庭 指控州长将自己的权力武器化 专门针对我迪士尼公司以及我们的言论自由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迪士尼和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政府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这个要追溯到一年以前 就是去年的三月份 佛罗里达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签署了一个法案 叫家长教育权力法 一般俗称叫不要提同性恋法 这一项法案就是规定在低年级的孩子的教育中 这个低年级指的是三年级以下 不得提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内容 这顺便提一句 因为我是从加拿大来的 这个加拿大的LGDPQ的教育是从学前班就开始了 每一个加拿大的孩子都知道 爸爸不一定是男性 妈妈不一定是女性 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 这是加拿大的教育 但是我们的佛罗里达已经被禁止了 三年级以下不能提 那么到今年四月份 这个禁令扩展到几乎所有年级 高中也不行 除了联邦政府强行规定需要教授的内容以外 佛罗里达的孩子包括这个青少年 都不能够再接触到性别自我认同和性取向多元化这种教育 也就说他们的历史回播了大概半个世纪 迪士尼公司一开始对这个事是采取一个中立态度 但是内部的员工不敢 内部的员工提出了很多抗议 说你这个作为迪士尼这么有影响的一个组织 你应该站出来为LGBTQ这个团体说话 那么他们就站出来了 当时的这个迪士尼的CEO叫Bob Chappick 查培克多次发表评论批评政府的这个决定 这就引起了州长和州议会这个保守派人士的不满 尤其是迪士尼呢还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加入了一些LGBTQ的元素 比如说两个女孩会可以亲吻啊 有这个骄傲旗就是这个彩虹旗的这个图案啊等等 这些都让保守派觉得无法容忍 最近啊他这个斗争有点扩大化 我觉得最近他几乎扩展到了种族的领域 什么意思呢 迪士尼最近拍了一部反映种族隔离时期 这个黑人小孩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一个电影 叫Ruby Bridges 在保守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 这个电影居然被下架了 就在有一些学校不是所有的学校 有一些学校被下架了 在图书馆也借不着了 你会觉得怎么会佛罗里达那么敏感呢 就是如果大家听过我讲过的这个美国内战史续编的话 你就不难理解在美国的南方州民众中 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心理 以及他不愿意你提到这段历史 提到这段历史 他就觉得是他的一个耻辱 他心里就有种恐惧 德桑蒂斯和佛罗里达州政府 开始对迪士尼进行全面的报复 迪士尼在奥兰多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 这个是来源于1967年 迪士尼公司和佛罗里达州政府 这个签署了一项协议 就迪士尼所占的大概有2.5万英亩的土地 在行政单位上被认为是一个自制县 就是说迪士尼公司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制定 包括税收在内的自己的很多政策 这个地区就被叫做叫 Reedy Creek改善区 Reedy Creek改善区 德桑蒂斯一开始是打算废除掉这个 这个有点像一个经济特区 他就废除掉这个经济特区 后来发现经济上划不来 废除了这个经济特区以后 其他的县会承受更大的这个负担 就就抛弃了这个方案 转而就是控制监督这个特区的一个叫监督委员会 而且他做到了这个监督委员会 现在就是在德桑蒂斯的手中 迪士尼公司的反击呢 是通过了一个内部立法 去限制这个监督委员会的权利 他就是想让这个州政府的这个监督委员会 变成一个空架子 或者说他的效力得到大大的缩减 实际上就没办法控制这个迪士尼公司的大多数决定 但是呢监督委员会不干 他又反过来废除迪士尼公司内部的决定 所以这两个争夺之下就打了官司 这就是这起官司的基本脉络 迪士尼公司需要证明的就是说 这些针对迪士尼公司的行动 完全是来自于政府对自己的 这个对迪士尼的这个政治立场的不满 就侵害了作为一个公司的言论自由权 德桑蒂斯这一头呢 他会比较被动一点 因为他明显是通过政府的强制力 去打压一个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公司 这种做法即使在他自己的保守派的内部 也受到争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保守派最引以为豪的 他的一个政治理念 就是要对消极自由的尊重 什么叫消极自由呢 就是我在我自己的权力范围内 我有不受别人干扰的权力 这个叫消极自由 而保守派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消极自由 迪士尼想声张这个LGBTQ权力的这种做法 无论是德桑蒂斯和保守派是否喜欢 都是他们的合法权力 对吧 那么你如此通过政府权力去打压你不喜欢的声音 保守派内部也觉得有点过分 甚至连我们的老朋友川普都觉得很过分 川普在自己的媒体中说 德桑蒂斯的做法是一种政治噱头 还有一个就是极端保守的 以前这个新泽西的前州长叫Chris Christie 他也批评德桑蒂斯似乎是忘记了小政府的原则 那保守派也非常强调小政府啊 他说 基于德桑蒂斯对迪士尼的行动 我不认为他还是一个保守派了 其实呢 这个也不是保守派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在别人身上 最明显的就是他们对女性堕胎权的剥夺 他们的一个一个pattern一个一个一个模式 就是不符合我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时候 我就不太强调这个自由了 那你就得听我的了 这个也反映了这个保守派本身的一种困境 什么困境呢 就是如果你要保守传统理念的话 那么传统理念中确实有更多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 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倾向 比如说这个禁止堕胎 就是对堕胎权的剥夺 他本身核心是一个集体主义的 就是我要更多的孩子 那么这个本身呢 又和现代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是相冲突的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他们会禁止你在课堂上讲LGBTQ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 道德观我们要不给你禁止了 但是如果你在课堂上宣讲宗教的理念 他们认为这是你的言论自由 宗教和LGBTQ 你选哪个 其实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LGBTQ这个群体至少还没有制造出恐怖分子吧 没有极端分子吧 没有战争吧 没有杀人 伤人悔悟吧 但是宗教历史上发生过大量的对异教徒的屠杀 迫害极端的恐怖分子的出现数不胜数啊 所以你怎么会去禁止LGBTQ而放开宗教传播 保守派的这个逻辑实在是很难自洽的 只能说就是符合我的 我就认为你有自由 符合我道德观念的 我就认为你有自由 不符合的 我就要干涉一下 其实这还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总是在前进的 所以过去的观念会越来越出现和现实不不自洽的问题 保守派永远要面对这个矛盾 这不是哪一个聪明人可以解决的 这个是保守主义内在的一个矛盾 好 时事新闻部分我们就讲到这 关于我的历史部分呢 我会现在有个新的栏目叫Arily史 瑞眼历史 瑞眼历史就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 有一个链接 我们在瑞眼瑞眼历史中再见 我们继续讲冷战的历史 好 稍后回来 证换 看看 证换